今集政法論壇 邀請到立法會議員蔣麗芸 以及深水埗區議員梁文廣 一齊和大家談談 安姐 今集政法論壇 邀請到立法會議員蔣麗芸 以及深水埗區議員梁文廣 一齊和大家談談 安姐 你們非常熟悉深水埗區 一位是九龍西直選議員 一位是深水埗區議員 兩位可否說一下 深水埗區的天橋底裏 其實正在發生甚麼事呢 安姐 我想大家都知道 近這十年 老宿者的問題都越來越嚴重 然後我知道深水埗有一個先導計劃 由專員領導各個部門 因為有六個部門 大家都好像管不管 由他帶領之下 確實做了一些事 也陸續有一些比較嚴重的 例如行隧道、天橋、行天橋 那些地方好像做過一些工作 亦都配合當地 即是有些做社工 或者有些NGO組織 亦都可以幫一些老宿者解決問題 那老宿者當然 裏面亦都有不同種類的 有些是臨時經濟問題的 那些很容易解決的 但是有些是長期的 這些我留給予雲說 慢慢可以說 因為他是當區 他經常蠢 我知道他經常蠢這些問題 經常去看那些老宿者的事情 但是清理完之後 或者是怎樣 一有吉位 就發覺有一段時間 就是沒有人的 OK的了 挺好的 但是很快就有被人進駐 那些人進駐 在深水埔區 好像是這些 越南的酷刑申請者 比較多些 因為我們聽警方的資料 都說查他們那時候的新聞證 很多行街市 不是 他就是這樣 深水埔 越南也比較多些 尤馬底那邊 就是尼泊爾籍多些 尖沙咀那邊 才是那些 就是有些印巴 那類的東西 其實他們好像分了地頭 我想大家都知道 近期來說 政府都有掃蕩過 也有些黑社會入侵 其實這個問題已經很嚴重 就是很嚴重的了 安姐做文官一點 就說了整個九龍西 其實那個分佈是怎樣 文官可不可以 就住深水埔 你比較熟 詳細說多一點 就是當區的情況 其實深水埔 現時老宿者 那個最佳情況 我們應該由全香港的數字 就是深水埔 全香港應該接近一半的老宿者 都是深水埔 而這一半的老宿者 也有佔了大半 就現在在最近 發生罪案比較多 就是通州街 天橋底附近一帶的 包括附近天橋隧隧道的位置 聚居 其實剛才安姐提到 沒錯 他們大部分是越南籍的 一些所謂以往 因為歷史為久的問題 一些所謂船民 或者他們希望轉到第三國的 一些酷刑聲請的朋友 但是近期其實都多了一些 一些南亞裔的 一些老宿者轉移來這裡 在過往的情況 因為政府以往 之前前任務政長官提出了 一個地區先導計劃 撥了一些錢給深水埔 就是做一個 其中一部分就是協助 一些老宿者 脫離老宿行列的工作 他們邀請了NGO和社工的跟進 到了最近 剛剛上一屆 就轉成了一個 就是幸上計劃 就是地區行動主導計劃 他繼續這個項目 這個項目只要是什麼呢 就是 量身訂造 為老宿者 他有什麼問題 希望幫他解決 但是剛才安姐提到 其中一點就是 他看得很通透 就是一些短期 或者他們願意接受幫助 或者他可能純粹一些經濟問題 就是主要問題 才可以解決到 容易解決到 但是剛剛我們上一次 區議會討論的問題 這個計劃 遇到現在這些 所謂越南籍 或者南亞裔的 這些老宿者 最大的問題 他們不願意溝通 他們不願意溝通 那個情況 不是因為語言的問題 而是真的不知道什麼事 要找他 問他 你有什麼可以幫忙 我們請來翻譯去做 他們都不願意溝通 形成的情況 就是 就算我們有資源 有人力想去幫他們 其實 其實真的都 愛莫能助 無從入手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就是 剛才也提到管理的問題 因為 露宿者在那裡聚居 其實就牽涉很多不同的部門 剛才你開始 那個開場都有講過 可能是 有食環 有路證 地證 有社署 有警方 有民政署 他們全部部門 互相去 應該就 在地區行動主導計劃裡面 應該就由民政署統籌 專員所謂高半級 他應該是統籌高的部門去做 但實際上 因為那個部門有不同的原因 令到他們 不敢去做 或者 一個 烫手山戶 不敢去接 其中 剛才 安姐提到一個位置 以往我們都罵得很厲害 有些人搬走了 那個鬥 為什麼不可以 拆掉他呢 拆掉他 那就減少他在那裡聚居 是的 但回來的結果 原來就可能是一部門 完全都不知道那裡刺了 即是他沒有一個數據 統籌那裡究竟是 有多少老宿者 老宿者究竟住在哪裏 分部是怎樣 不知道 另一方面 就是各部門也都各自為政 包括食環 他還是清洗的 扔東西他又不敢扔 屋他又沒有權力去拆 他說他自己沒有權力去拆 他不屬於佔用官地 他又說自己管不到 形成就互相各部門之間 就在那裡這樣推來推去 最後那個波 其實我們之前 因為我當區 我們有很多居民投訴 我們給個文件 部門 我們發了那麼多部門 最後部門都說 最後一句就是 我們把那個波 交回給民政署 形成就大家都好像 看民政署做仇 但民政署 民政專員 在一個統籌上面 真的可能他又未必 叫得動那幾個部門去做事 也都這樣說 出了事不是他 而是那個部門 以往大約六七年前 當時有官司 因為食環處洗地 結果就有一些團體 所謂協助老足者 入品發展社會 入品發展社會 結果出來就 雖然庭外和解 但判定了那些物品 就是私人財民 令食環處不可以隨事去清掃 那形成的問題 就一直由那時候 到現在就越來越嚴重 執法情況就在 但對居民的影響呢 對居民影響來說 阿民港那裏 就有一些 去富翁村 富翁村 那個行人天橋那裏 那裏 那裏 因為那裏是 很多市民過馬路 必經那裏 確實有很多市民投訴 我知道 那裏 其實那裏就是 好像阿民剛剛所說的 由專員帶領先導計劃之下 確實是 清了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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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一些 假如沒有直接對居民影響那裏 那裏 情況就更惡劣了 因為變成來說 沒有什麼人投訴之際 那裏就不是優先 是 譬如在那個火車站 旺角火車站那裏 那裏 現在搭滿了 整條 整條 隧道 因為居民通常來說 出入口 他們很少利用 現在你去那裏 那裏 還沒走過去 就聞到一些 臭味 就是小便 可能那些人 有些那些 那些 就聞到一些味道 聽說那裏 鼠環亦都很嚴重 那裏 現在來說 暫時都好像是 本地的露宿場 還是比較多些 而當中 亦都有些問題 有些什麼問題 就是 看來有部份 其實已經是 長期在那裏 特別是有人說 其實我試過去過的 就是一些這些地方 就有很多 即是親身真的下過 當然下過了 特別是油尖旺區那些 隧道 就是有一些 很多針筒在那裏 很多針筒 那我問他們 我說 擺明在那裏 可能吸毒 或者什麼 為什麼警察你不理 警察說他不是不理 但是有時候去到之後 見到 就有些這樣的事情 但是沒有人承認 沒有人承認 沒有人承認的話 他個個都沒事 等於說 差不多是公眾地方 除非 你真是 巡查密一點 就叫做 斷正 但是不是 亦都發覺 有些露宿者 喜歡養一兩隻狗 嗯 有時有陌生人 走近一點的話 那些狗就廢了 是 所以 有時 你說政府 你說警察 是否能夠立即看到 立即去捉他 或者怎樣 其實都很難 但是還有一件事 就算你捉到他 OK 就算是 判了贏 可能很短期 這些東西很短期 幾個月 可能又出來 他又去到 那你何時又捉第二次呢 所以 今次不懂 這個其實 暫時 我們這幾年 看到唯一最有效的辦法 就真是用地區專員 配合區議會 再配合 當地的一些社工組織 積極一起去 為這些人去想一下 怎樣解決他們的問題 或者是勸導 或者幫他們解決 就是臨時住宿 她說我臨時住宿 OK 或者有個婆婆我見過 她說她不喜歡和兒子 和媳婦住 OK 所以她又是搭了幾個 那些木板 釘幾釘 就在那裡住了 她不喜歡和家人住 那怎樣呢 那我們就馬上急速 看看可不可以幫她 申請長者 單身公屋 是不是 替她有地方住 這些問題解決 不是難 但是都說 最難解決就是 好像我所說的 就是那些吸毒 因為吸毒 那些家裡 她不敢留在家裡 租房沒有人租給她 那你在街上 她又安全 是嗎 就算被人抓到那些東西 她都說那些東西 不是她的 所以 所以 確實是一個 現代城市裡面的 一些這樣的問題 不過呢 我又見到 就是 譬如說有一些鄰近地方 他們自己說自己沒有的 沒有露宿者的 譬如新加坡 他們自己說 我們沒有露宿者的 OK 其實是否真的沒有呢 或者是怎樣 只不過是 某方面 就是他們那個 法例 那些比較 是嚴 可以嚴謹 可能他們真的看到有的話 他們立刻處理 OK 可能立刻要 找些臨時房 立刻逼他們搬 你喜不喜歡 你都要搬進去 OK 那你變成來說 就是 真是看整個社會的聲音 是不是需要 這麼嚴格的去執法 是 這個我們一會兒都可以談一下 就是怎樣解決 但我想問了文廣先就是 是的 當它對居民的影響 就像NJ都說 可能 就是除了一些生活的臭味之外 其實可能衛生 或者甚至是那個 針筒的治安問題 其實是不是都存在呢 其實在一些主要的通道 或者剛才提到的天橋底 就是他們住在上面 居民在下面經過 是的 其實這個的而親 對他們造成一個 比較嚴重的滋擾 居民 我們以往收到的投訴 包括是剛才提到的 針筒 垃圾 衛生 臭味 這是最基本的 另外也有試過 好像我們街坊一樣 因為他們經過天橋底 上面淋水下來 液體 你都不知道是什麼 另外 治安方面 包括一些所謂的女士 晚上 或者一些其他時間 經過的地方 會擔心那裡 會有些眼超超 或者療 就算我自己 議員辦事處 你都試過 我以為你他試過 是的 我們自己辦事處的女同事 都試過 要兜路 有些女生要回去 而附居屋邨 也試過有老人家 給那些老叔姐的人 去紋拿錢 拿煙 另外 罪賭 黃 也試過那些小屋裡 有所謂的賣淫 的情況 所以形成街坊 街坊 都真的很害怕 很害怕 而那個地方已經形成了 好像暴落 那樣 外人不可侵犯 那樣 我們不是認為 要趕著他們 這個絕對不是應該的方向 要關愛的 我們會有先導計劃 有主導計劃 去幫他們解決 他們遇到的問題 包括他要經濟上 住宿的問題 可以解決 但有一部分 的確是因為可能 剛才 Angela提到一個位置 原來是老叔姐 他自己的背景也猜 有些背景的問題 還有他原來在那裡 他有一些責任 罪案的責任 可以避到的 有些辦法 而真的不能夠否認 在最近 近期特別是 在那個地方破獄了一些 包括武器庫 或者黑幫的儀式 他們正在利用這個 即是說老叔姐 你不要來搞我 或者你不要來掃我 而有這樣的情況 出現了 就影響了 其實我們剛剛 區議會裡面 有些地區人士 都提了一件事 影響了本身住的 本地的老叔姐 因為他們真的 可能真的有 經濟需要 或者一些家裡的原因 或者自己個人的原因 他住在那裡 但因為 你沒有去處理罪犯 我們要把老叔姐 有真正需要的老叔姐 還有那些 借老叔姐為名的罪犯 要分開 那些罪犯 就害了他們 反而是毒品 一些罪案 在那裡 找打手 找刀手 他們用經濟的誘因 去理由他們去犯罪 如果我們政府部門 是不去 努力去處理那些 借著老叔姐的名字 去做一些犯罪行為 其實就真的 我們地區人士 是害了 原本那些 真的有需要的老叔姐 他們現在 我也有個街坊 跟我說 她的女兒去大學讀書 然後導師 叫他們去體驗一下 這些無家 無家者的情況 OK 那個 街坊的女兒 就去 打算去老叔一晚 戴上帳戶 然後去到之後 她 直接害怕 她說 去到之後 原來 看來 都是像那些 行街址 像有者的人 然後 整晚吵架 打架 她們說 每幾天 那幾天 打架一次 又分贓不雲 有些說分贓的事情 又怎樣 到最後 她自己都害怕 不知打會不會 又出刀 又成 到最後 到12點 1點 她都把那個帳篷走 不是 而是她發覺 這些 不是 我們 過去 以前 傳統的 因為真是 無家何歸 經濟有困難的 露宿者 是需要社會關注 需要社會幫忙 而是已經變成了 是另類的露宿者 也是一個罪惡的溫床 其實對 我們社會大眾 對整個香港的 就算形象上的影響 其實都很惡劣 但現在真的 各個政府部門 都沒有一個專門的 團體 或者專門的部門 去跟進 可以怎樣解決 現在這個困境 真是無家者 露宿者 有需要的 以及一些 假者為名 混在其中的罪犯 應該怎樣解決 我想你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 就是 我們真是本地的露宿者 經濟上的問題 或者是有些 精神上的問題 另外有一種 就是好像我說 或者是涉及毒 黃 那類的東西 我覺得這些來說 都是由本地 幾個部門 聯合 統一 或者聽阿文說 一會兒 我相信他也有看法 但是我覺得 現在另一個層面的問題 就是 這個 行街市的人 是 他們在那裏 確實造成很大的滋擾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 他們 知道 他們可能只是短期 在香港能夠居留 現在政府的進貼 其實都差不多三千多 但是 租得 怎麼說呢 幾個大漢 每個都這麼大隻 租一個劏房仔 是不是 那你拿了三千多元 自己租不了 有時候 是不是 幾個人夾粉 我自己租一個 但是有時候 房東一看到這樣 又不肯租給他們 唉 我 我今天先收到投訴 就說現在他們租了很多 在附近那些 現在新界 新界區有很多鐵皮屋 是 最近 好像這兩天又出現了 有人燒鐵皮屋 是不是 那 具體情況我們也不清楚 那 他們一定會是 能夠留在香港 可能有幾年的時間 他們會是 用盡他們的權利 譬如是 第一 當然他們來到之後 短期的潛 就是 潛水 那 你根本也未上明察 也不知道有些人在 好了 當你 那 他可能隨時 潛一兩年 然後被人找到 找到的時候 他又舉手 我酷刑聲請 於是酷刑聲請 酷刑聲請 酷刑聲請 你要做審查 現在 政府 已經 有一個 統一審查機制 所有背景 情況 差不多 統一 一次過 審查 但是這個時間 你真的要幾個月一年 好了 審查完之後 他們又有上訴 是 搞很久 搞了幾年 起碼都 政府 也有 原來有一個 上訴小組 原本只有十幾個人 現在增加到 差不多有七十幾人 就加快這個 上訴程序 也開放 代表律師 那些人要找律師 整天下去 他們可能找到 那幾個 現在就開放一些 有大批律師可以幫他們 希望加速這件事 但是我們的問題 就是 你就算能夠加速 完成了這一批的手續 但是你難保 香港這個經濟發展 有幾千多好的城市 不斷都會有人來 當然你不斷有人來 如何是好呢 所以我們是否真的 應該積極考慮 成立一個 收容中心呢 我們覺得 市民現在 社會大眾所的聲音很多 都希望他們有一個 收容中心 來到 總不知你是無政者 那你就要進去 不是一來到 就被逛街指 但是如果 收容中心的話 可能那些人權 他們可能也會有些擔心 其實會不會 跟政府那邊有談過 真的那個可行性 我最近其實也有 跟保安局局長談過 他說他們現在 正在積極研究 法律上的問題 是 怎樣去做到呢 就盡量 他們會不會 將來 你擺在收容中心 然後又說 去司法覆核 這個事情 他們都很害怕 去做完一件事之後 然後司法覆核 給這些人 利用那個 空下 這樣的話 就前功盡廢 沒錯 以及以後 就變成了這些 更是公開合法的做 OK 所以因此 他們很小心研究 但是呢 他亦都說了 他們是很積極去考慮 這個收容中心 或者是禁不營的 明白 是的 文果恩姐 就真的再宏觀一點 就是說回整個問題 但是如果是當區來講 其實地區方面 可以有些甚麼做到呢 其實地區區議會之前 其實已經 在過往的會議 已經討論了很多次 就是最露宿者 或是無家者的情況 那整體政策 正如恩姐所說 是政策局的層面 即是無論是 假萬民 或是南亞裔 或是整體本地露宿者的需要 其實我們都認為 是應該在政策局的層面 制定一些方向 怎樣處理 但是去到實際 即是我們說 遇到他們 真的住在這裏 要做些甚麼呢 其實就真的 要了解他的背景 知道他的狀況 包括他的狀況 是精神健康的狀況 因為其實在過往 我們遇到的 這些露宿者 其實大部分 都可能是精神狀態方面 可能是會有些 不健康 我們可以這樣說 所以其實現在的區議會 其實已經著手做幾件事 包括就是 希望做一個 精神健康的一些調查 即是說 了解他們個別的精神健康狀況 然後再提供在地的一些醫療的 協助他們的需要 另外一件事 其實區議會也之前有些動議通過 就是希望民政事務專員 可以在區裏面找到一些地方 去幫助一些願意 離開現在的所謂的露宿行列 有需要的一些露宿者 這個好處有什麽呢 第一就是 真的解決了他住的問題 第二就是分離 我們將真的有需要的露宿者 以及所謂 剛才我們說的 借露宿者這個名字 去犯罪的人分隔 因為那些人 他們是不會願意去這些地方住 亦都去不了的 因為 包括例如現在有些限制 包括有毒癮 或者有些是不願意遵守一些規矩 包括我們知道有些是需要祈禱 或者是有需要時間的門禁 那些他們不願意去的 這些人 我們可以分隔 分到好他們 而分得到這一班出來之後 我們就起碼 我們希望不要這樣介入 我們不會殺錯一些有需要的露宿者 我們真的針對犯罪問題 針對那個黃島獨的問題 而去協助居民解決了這個 所謂社會的 我想是用一些陰暗的地方 令到那個地方 居民都不會再擔心經過 所以其實在地區的層面 我們希望可以收有數據支持 亦都可以分開到兩班人 令到我們可以提供更針對性的服務給他們 其實天橋底的治安 和社區的安全是息息相關 政府各個部門必須要正視問題 不能夠繼續再互相卸責下去 今集的政反論壇到此 多謝兩位嘉賓 製造經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